专业2018年接近尾声 2019指日可待 对即将到来的2019年 你有哪些新目标 怀揣哪些新梦想 憧憬哪些小幸福 我愿望的话就是多挣点钱了 多跑点单了 对于我来说就希望生意的更好一点 网络高了中期就试试一点 更小一些 你要玩一下就 就 就准了就 就多着这个钱就可以 工作能更加顺心一点 然后业绩能更好 我心里一样我想把地 烧得干干净的 烧得一年比一年干净 烧得更干净 更好 希望工作顺顺利利 业主开开心心 去和家欢乐 希望我的生意 就像我的烧烤一样 红红红红 就是多挣点钱 来年了多下一份爱心一样 2019年 我最大的愿望是苦练金丝技能 目标三加 进入2019 2019年 我最大的愿望是 利用黄锦森山青水旧优美的环境 发展特色产业 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增加他们的收入 保证他们高质量 稳定脱贫 对于2019年 我的梦想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的学业上 在进一步 能够难到 下一学期的教育力 让所在的这个班级学生 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 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希望他们 每天都是 心怀梦想 心怀希望 找一个温暖的人 大大方方谈恋爱 找一个女朋友 回家早点结婚 希望一场家 后后母国 我希望明年 我妈妈不要 脾气那么不要暴躁 我希望我家 就是经常回来 然后因为就是 我爸我妈 不就是在外上班吗 然后父亲让我回家 然后都是我自己在家 然后就希望他们 就是经常回来就行 我是一名来自贵州的乡村教师 在这里已经四年了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希望他们能够得到 更多家庭的关心 和社会的关注 最后 替他们许一个小小的愿望 希望他们在外打工的父母 今年能够早点回家 2019年 我的最大愿望是 行平安高速路 过和谐团圆年 女儿常说 同学会过节 都有父母陪伴 十多年了 只有妈妈陪我 只为平安是爸爸的侄子 女儿 爸爸亏欠你了 感谢你和妈妈的付出和支持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开开心 快乐地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我虽然不能回家 给家人过年 但只要你们能够 平平安安地过新年 我就能和家人 都打一个电话 都开一会儿视频 我希望全国的产友们 不仅可以站起来 更要从消沉和绝望中走出来 勇敢面对 创造属于我们 足有的新生活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最快最有效的 来解决孩子的病痛 对于之间到来的二年一整天 我希望所有别人 都身体健康 希望一副国家新闻 带到开心 希望我们就是 所有的外卖骑手 外卖行业的骑手 都能平平安安的 我的愿望是 我们全中队官兵 在执行维克日务时 能够一切顺利 安安全全回国 我希望在每一次 出去过程中 都能够带领兄弟们 平安归来 武汉国爱将军 新年愿望 少点交通违法 少点交通事故 多点文明礼价 多点相互理解 装心视频 祝大家2019 愿望成真